第五题,两颗相同的同球A和B,A带4库轮的正电荷,B带8库轮的负电荷,将两球接触后再分开,若接触前后两球距离不变,则接触前AB间的静电力大小是接触后的几倍 这个我们要知道两件事情,第一件事情呢,原来A有四库轮的正电荷,那B有八库轮的负电荷,当他们两个碰在一起之后,那么正负综合调就剩下所谓四库轮的负电荷,那又分给我们的A跟B,所以两个就分到两个负电荷,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为我们的净电力要到库轮定律,跟所谓的电量成积成正比,跟距离平方成反比,因为题目说前后距离不变,所以我们只要算电量成积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我们的接触前,一个是带四库轮正电,一个是带八库轮负电,我们没有写正负的原因是那只会跟相西跟相次有关,跟大小无关,所以我们就写四乘八就可以了 那么四八就是三十二,那我们接触后呢,就被各带两个负电,所以二会乘二就变成四,所以接触前是三十二,接触后是四,所以呢我们接触前是接触后的八倍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,则接触前AB间的净电力大小是接触后的几倍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八